第七十一集 瓶颈 超越常人八倍的数据 听着没有什么 但实际上却是非常的恐怖的 这就意味着 普通人只有100公斤的力量 但北风却足足有800公斤 一举一动之间 都远远不止千斤之力 想象一下 远超千斤之力 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体之中 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意味着北风随便一拳一脚 都能够打死人 速度也不一样 不能按照普通人百米十几秒来算 但也足以跑进百米五秒 要是北风想要参加什么奥运会之类的 奖牌肯定是多的 房间都放不下 身体一天一个样 很多时候 北风都在努力地掌控 这突飞猛进的力量 休息小光明呼吸法结束 北风带着一群人下了山 老板 回到宅子中 却见到玄武在院子里 玄武 你怎么过来了 北风询问说道 您定做的衣服已经好了 我帮您送过来 玄武恭敬地说道 看向玄一等人的目光中充满了羡慕 玄二可是大嘴巴 在北风传授小光明呼吸法的时候 就打电话和其他人说了 只是没有北风的命令 不能私传 说得玄四到玄十二 心要难耐 要是自己也能学到这样 神奇的呼吸法该有多好 只恨自己当初排名的时候 为什么不使出吃奶的力气来 北风淡淡地点了点头 吩咐说道 嗯 没什么事情 你就回去吧 注意不要太猖獗了 被人灭了 我可来不及救你们 明白 玄武恭敬地回答 再次看向了玄一一等人 转身离开了 我一定要好好地表现 虽然没能第一批学到 这神奇的呼吸法 但下次 一定要有我 玄武在心里发狠 什么兄弟情谊这个时候 早就被抛之脑后了 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的对手 都是和自己竞争 小光明呼吸法的潜在敌人 所谓招闻道 惜死可以 虽然玄武还没有那种觉悟 但是玄武却想活得长一些 时间一晃 就过去了八天 这八天之中 每天北风早上 都会教导玄一三个人 休息小光明呼吸法 八天时间过去了 玄一已然入门 能吞吐出洋之光了 但是失败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三次之中 能够成功一次 玄二和玄三 也达到了小光明呼吸法 入门的临界点 就差一个契机 就能踏入其中了 此时 幽州 秦家的祖地之中 还是那间书房中 秦武法的脸色更加的阴沉 就像是一颗不稳定的炸弹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导致秦武法脸色阴郁的原因 就是在和王家争夺那株灵药时 死伤了好几个高手 最后的结果 居然是没有抢夺到手 要是这株灵药被秦家得到 立马就能为秦家 再添一位大高手 秦一拜见家主 阴影之中 忽然扭曲了一下 一个人影出现在书房中 头垂得很低 不敢去看秦武法现在的脸色 秦武法淡淡地询问道 什么事 启禀家主 大少爷的下落 有消息了 哼 你说什么 秦一的话语刚落 一股庞大的气势 宁如实质 冲天而起 书房直接在这股庞大的气势之下 化为了废墟 家主 家主 瞬间 外面多出了几个老者的身影 眼神惊疑不定地问道 没事 你们都退下吧 秦武法淡淡地说道 随后带着秦一几个起落 化为残影消失不见 说吧 是谁 在哪里 秦武法背对着秦一 语气不变 淡淡地询问道 秦一心中生起了一阵恐惧 脑海之中有个声音在告诉自己 绝对不要说谎 不然今天自己会死 秦一轻轻地说出了一个名字和地址 好 很好 秦武法大笑起来 身子瞬间消失不见 没有人知道 秦武法和秦一说了什么 只知道秦武法再次回来的时候 就让人准备专机 要去清城 北风则是在看着一些古籍 说是古籍 但也只不过是印刷版本罢了 豹仆子说 服药虽为长生之本 若能坚行弃者 其意甚俗 若不能得药 但行弃而尽其理者 亦得数百岁 可见吐纳之术 就是一种行弃之法 至简至义 常年坚持 则可终生受益 古人的智慧 真是不可想象 北风读到这里 轻轻合上了书籍 吐出了一口浊气 娜娜自语说道 北风现在除了修习 小光明呼吸法的 配套拳法之外 其余的时间 都用在读书上面 觉得古人所著的书籍 里面有大智慧 每次所读 都有所收获 甚至自己 对小光明呼吸法 有所印证 八天时间过去 北风力量增长的速度 出乎了自己的意料之外 在两天前 力量和速度 全部达到了99 唯一拖后腿的精神 也在这些天 观看古籍之中 突飞猛进 就在刚才 已经到了99 但北风苦恼的是 到了99之后 无论是力量 还是速度 都不再增加 就像是 遇见了瓶颈一般 不管是小光明呼吸法 吐纳的出阳之光 还是血神果 庞大的药力 都没有办法 让北风的速度和力量 再增加一点 祸不单行 就连这八天之中 也只垂掉到一只 看着有些像羊一样的 普通野兽 也就和最初掉到的 大公鸡差不多 除了肉质鲜美一点 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此时 一家四人直升飞机 在青城降落 当先一人正是秦武法 身后还跟着秦一等 几个下属 下了直升机之后 一行人上了 早就准备好的车 朝着青岭村而去 虎哥 这次想请你帮我收拾一个人 王勇修养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身上的伤势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只是手上还打着石膏 缠着绷带 哦 你被人收拾了 虎哥 原名周斌 只是每次出手 都如同发狂的疯狐 久而久之 所有人都记得他的外号 名字倒是记不得了 对方是什么人 有没有什么背景 周斌喝了一杯红酒 慢悠悠地说道 虽然外号叫做疯狐 但其实很是冷静 可不想招惹到什么 惹不起的人 没有背景 就是在乡下 开了一家破餐馆 这次我要砸了他的店 然后打断他的双手 王勇提起来就气啊 脸色猙獰地说道 好 五十万 周斌咽下了 含在嘴中的酒 盯着王勇说道 我先到 Jetzt 感谢观看